我們地方的宵夜是800款 有的宵夜讓人吃過的就吃了我們夢 在一隻店開車站旁邊 就一間已經開了超過40年的老店 專門在賣五肉店店的宵夜 就連一隻店店店店家 也常常來這裡吃 省為到老客 到底為什麼這間五肉料理 這麼有關營業 頭的家裡就請我們做個來看看 為這隻一開車站旁邊 已經經營超過40年的餐飲老店 雖然不是跟羊肉 僅是很多人 每歲吃到大餐 就連一隻店店店店店店都老客 他跟大家一樣 對著好吃的娛樂餅各種餐飲 是特別厚肉 我賣小小啦 沒貴啦 那你來這裡吃嗎 我沒有人 我都來這裡吃那些 吃什麼啊 吃什麼都來這裡吃 那些金 哦 喔 吃起來了 吃起來了 平常的話就是 來這邊自己用餐的是蠻多的 所以它的鱷肉就很好吃 所有的這種小吃都不錯 這邊火車站商圈附近 大部分是以和菜為主的這些飲食店 那這個是屬於 比較主於套餐形式 你算是人數比較少 也很適合來吃 然後它的價格也很平價 然後最主要是它的鱷肉系列都很好吃 所以說我很推薦 這間小吃大 在郵姓老虎菜經驗哈超過了40年 雖然經常的風景很普通 他們兩個的虎菜確實在在做 就連現在幾鬆鬆的鱷肉料理 也沒有起床 只希望讓更多人來給自己吃看看 我們的鱷肉很好吃 我們的鱷肉很好吃 我們鱷肉很好吃 在這裡開炒肉 40年左右 但是我們一般在做 是都 如果飯的時候是全套餐的 全套餐的 五肉大部分 我們的鱷肉很好吃 我們的鱷肉 五肉麵 五肉冰粉 我們一碗五肉多 在這裡人家說 200塊而已 我們才賣200塊而已 因為鄉下嘛 那他除了飯跟麵 這些正餐主食之外 他還賣一些水果 我們在地生產的香蕉 大家如果過也是可以 好好的高觀一下我們積極的在地的香蕉 為在觀光這區的餐飲老店 可以維持平家來經營 很多一個鄉親都覺得很不簡單 加上有幸福祉的實在做生意 歡迎大家擁有來香蕉 繼續介紹一下